OK 看21章关于技术和合伙活动 技术合合 技术合同的话 大部分的内容是你们知识产权装立法的内容 所以我在这里点一下关于技术合同 首先技术合同有以下这几大类 第一大类叫技术开发 第二大类就叫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 第三大类就叫技术的咨询和技术服务 我们一个个来简单说一下 先看技术开发 我问一下再做的诸位 比如说现在假公司委托 以公司对某种技术进行开发 请问一下这个技术有了没有 没有对吧 没有才需要开发 对吧 技术没有才需要开发 OK 那比如说开发芯片 武汉有一家公司开发芯片 1000多亿干嘛 全打水票了 所以技术开发你告诉我 一定能成功吗 不一定 对吧 如果成功的话 它的技术成果归谁 这是第一个重点 就成功了 这个技术开发出来了 这个技术成果归谁 对吧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 如果失败了 风险由谁来承担 这是第二个重点 就这两个重点 你告诉我诸位 技术开发合同 对吧 如果成功了 技术开发出来了 你告诉我 这个技术成果归谁呢 这个技术成果归谁 我们看一下 284页 284页 关于右手边的表格 右手边的表格 技术秘密成果的归属 技术秘密成果的归属 第一步 由当神的约定 就有约定 按约定 对吧 那第二步 没有约定 或者是约定不明确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仍然不能够确定 在没有相同技术方案 被授与专利权之前 当神都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 对吧 当神都可以使用和转让 OK 好 那再看 255 85月第三点 当时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人 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 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什么 转让给第三人 好 这就是关于这里的技术成果的归属 技术成果的归属 其实在这里的话 请听 很简单 我们分为两种情形的讨论 也会更加清晰 但是这是你们装力法的内容 我讲完之后 你们将来再去多装力法 你觉得非常简单 你看一下284页 技术开发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委托开发 第二种叫合作开发 我们先看委托开发 看这里 不用看讲义 请听 假公司委托以公司开发 假公司委托以公司开发 OK 这是委托开发 那委托开发的话 关于技术成果归谁 第一步有约定 按约定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那没有约定的话 一般情况下你记住 没有约定的话归谁呢 谁研发归谁 谁研发归谁 对吧 因此你告诉我 归受托人还是归委托人 受托人 受托人研发的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归受托人 好你们看一下 委托开发合同技术成果归所 这中间那句话 中间那句话 委托开发完成的方便创造 第一个 法律或单身有约定的 按照其规定或约定 第二 没有规定或者是没有约定的 申请庄立的权利 所谓研究开发人 对吧 就谁开发的就归谁 当然研究开发人 取得庄立权 委托人可以依法实施 该庄立 委托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研究开发人 转让申请庄立的权利的 没有约定谁研发归谁 谁研发归谁 那合作开发呢 合作开发跟委托开发不一样 申公司委托以公司开发 是以公司来具体研发 而申公司不动 对吧 但是如果是合作开发的话 申一饼就三家公司一起干 这叫合作开发 那合作开发的话呢 这个时候归谁呢 第一步有约定 按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也归具体研发的人 三家公司都研发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就归什么 三家公司共有 就那么简单 对吧 因此第一步有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只有他们共有 OK 掌握这点就行了 其他的 你们在装力法还会学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风险负担 诸位 如果甲公司和乙公司 签订个技术开发合同 现在出事了 1000个亿的投入 然后呢 投了800个亿 发现没有任何成果 对吧 也就是说800一个亿 都很有可能 打水票了 那你告诉我诸位 这个是怎么办 风险要谁来承担 第一步有约定 按约定 孩子这么简单 有约定按约定 对吧 没有约定的话 合理分担 怎么合理分担呢 你看一下啊 没有约定 或者是约定不明确 根据民法典510条的规定 仍然不能够确定的风险 由当事员合理分担 对吧 当然 如果你发现这个有问题 对吧 当事员发现可能 致使研究开发失败 或者是部分失败的情形的时候 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 并采取适当的减少 措施减少损失 没有涉及到通知 就没有及时通知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的 就致使损失扩大的 应当就扩大的损失 承担怎样 好 所以到这里的话 其实就掌握这两个点就行了 第一个是技术成果归谁 第二个是风险怎么负担 就掌握这两点就搞定了 好 这是关于技术开发合同 说实话 技术开发还是有风险的 但是呢 这个社会的创新 就是由了这个而言的 对吧 比如说据说那个OpenAI 知道OpenAI吧 就ChatGBT的那个母公司 对吧 据说比尔盖茨都投了100还是几百个亿 对吧 当然特斯拉 就是特斯拉的老板叫马斯克 马斯克之前是股东 后来干嘛 后来推出来了 OK 据说马斯克是这么说的 你研究这个就应该开源 对吧 你不开源我就走人了 人家就不开源 不开源的话 他就走人了 对吧 走人发现 哇 他研究出发出来了 对吧 因此呢 在上个星期 马斯克和一些其他的科学家 就联名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让他干嘛 停止开发ChatGBT5 对吧 不要动了 对吧 也不知道事实上什么原因 确实这个是有点问题 对吧 就是说 现在已经全国 全世界各地 慢慢都在禁止ChatGBT 收集他们的信息 意大利已经禁止了 因为你收集他们的信息的话 很有可能是有风险的 就是你把那个意大利的 国内的各种信息 数据都收集过去的话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 意大利的国家安全是有问题的 明白没有 收集我们的信息 也是对国家安全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给他收集 OK 所以意大利把他给禁了 然后接下来 可能德国也要把他给禁 OK 这个时候确实是很恐怖 确实是很恐怖 而且在这里的话 根据欧盟的GDPR 就是所谓的 就是欧盟的数据保护条例 可以对他进行罚款 罚的就是2000 是2000万欧元 2000万欧元 或者是全球营业额的4% 那这个时候看情况 对吧 Google经常在欧洲被罚 Google经常在欧洲被罚 就是他的收集个人信息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科 叫做数据法 但是我们的考试 民法典涉及到的数据法的问题 那就到人格权再给你们讲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 非常有意思 将来如果你们做律师的话 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这是个新的方向 因为很多大的数据公司 都要进行数据的合规处理 就你怎么去处理个人信息 怎么样才能够合规 对吧 OK 如果你想真的想弯道超速的话 这是一条方向 因为很有可能一些传统的律师 他就懂得民法商法 对吧 就是这些传统的法律 但是数据法很有可能一些年纪 稍微上到年纪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律师 已经在对这个行业 没有任何感觉的了 OK 这个时候是你们新的一代的律师 一个很好的方向 绝对是一个很好方向 而且将来在这方面的 各种的标的额 应该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后面人格权 我们再好好给大家聊聊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 好 那么这是关于第一技术开发 第二个是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 很简单 也是掌握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技术成果的归属 对吧 这个时候就没有风险的问题 所以你看一下284企业就行了 284企业 在技术转让和技术合同当中 关于新的技术成果的归属 比如说 比如说假把技术 对吧 许可给乙来使用 那乙在使用过程中 就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 然后研发了新的技术 那你告诉我 诸位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技术成果归谁呢 第一步有约定 按约定 那没有约定的话 就归改进方 谁改进就归谁 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 你连看都不用看 就一句话 对于技术成果的归属 第一步有约定 按约定 接下来第二步没有约定的 那就是谁研发归谁 对吧 谁研发归谁 好 这是关于后续的技术成果归属 那么再翻过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 也是它的新的技术成果 就是在签订技术的咨询和服务合同当中 如果你在咨询过程中 对吧 或者是服务过程中 利用这个图子 或者是技术资料 有新的技术成果的 还是这句话 第一步有约定 按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就是归谁 具体研发的人 对吧 委托人研发的归委托人 受托人研发的归受托人 那就这么简单了